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30岁的时候 我们在当地重新租了个地方 扩大了公司规模 现在的我已经成为了公司的副总 我有一个温柔贤惠的妻子 从大学的时候她就一直跟了我 那个时候我是学生会的组织部部长 而她则是我们班里的文艺委员 因为她长相甜美 所以我一开始就对她动心了 凭借着我的个人魅力 我就这样把她追到了手 不业之后呢 她跟随着我到了现在的城市 毫无顾忌地嫁给了我 她是一个温柔显淑的好老婆 把家里打理得非常好 双方父母和长辈呢 都照应得不错 婚后呢 我们又有了自己的儿子 后来又有了一个女儿 可是 自打二胎 出生之后 老婆就变得格外洁减 其实我的收入完全可以支撑起整个家庭 但是她认为钱不能浪费 所以把精力全部放在了家庭上 也开始变得不注重自己的形象了 我好几次跟她说买点好的化妆品 注意保养 但是她就是不听 渐渐地 老婆俨然变成了一个黄脸婆 我每次回到家 都有一种压抑的感觉 就在那段时间 我做了一件很混蛋的事情 那就是 跟我的一个女客户好上了 本来我只是一时糊涂 但是没有想到越闲越深 最后到了没有退路的地步 她逼我离婚 我也鬼使神差答应了 其实老婆是一个聪明人 她早就发现了我的异常 那天吃过晚饭 我低头闷声不说话 老婆看出了端倪儿 问我怎么了 我低声说道 老婆 对不起 我们离婚吧 这样的日子 我过不下去了 每天下班回家都是凉菜一汤 你每天都是这件衣服 每天都是看新闻睡觉 我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 我会给你一大笔钱的 不要怪我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 老婆并没有生气 这让我非常意外 她定了定神 强忍着泪水对我说 老公 我知道你有点嫌弃我了 离婚 我可以答应你 但是在这之前 你能否答应我一个小小的要求 我随机点头 她说 我们后天去办手续 明天你别上班 我们出去透透气缓缓心情 第二天 我就在家里休息 可是我遇到了很多麻烦 妈让我买菜送过去 我要把家里衣服洗掉晾干 还要去买菜给孩子做饭 然后洗碗冲南粉 还要上网查怎么哄孩子睡觉 什么菜可以给孩子吃 孩子要吃多少东西 甚至因为孩子的哭声 吵得我不能睡午觉 整整一天 我居然没有消停过 随着太阳慢慢落山 我明白了老婆的用意 我们总是向往更美好的事物和风景 但是很多时候却忘了欣赏自己身边的风景 我们总是贪恋社会上的一些诱惑 却忘记了自己身边的幸福 虽然老婆失去了年轻时候的美貌 但是她把整个人生都献给了我 替我打理家庭 替我带孩子 替我打扫卫生 替我孝敬父母 还要背后默默支持我的事业 我瞬间眼泪掉了下来 觉得自己狼心狗肺 而此时老婆也已经站在门口 我们相拥在一起痛哭起来 以后我会好好加倍对老婆的 再也不会动摇离婚的念头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请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你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